2015年4月12日所播放 《2012荣耀派网》第270篇 《天马座行动》之主日信息提及 这次录影 其实日华牧师是在较早前 在天马座飞翼翅膀 所对应的越南和泰国进行拍摄 原来按照《星際啟示录》的原理 当将天上88个星座Super Impulse 对应地球的时候 天马座的范围 正正就是南中国 东南亚至日本等位置 其中日本位于天马座的前脚 越南、泰国、柬埔寨、辽国 和部分马来西亚的范围 都涵盖在天马座的翅膀位置 菲律宾則位于天马座的颈部 邻近菲律宾东面的白楼 就是位于天马座头部的位置 而台湾则是天马座的前腿 至于香港 就正正是天马座空部的心臟位置 所以神藉着天上的天马座 预言着一个关于南中国 东南亚和日本的信息 因此天马座最重要的心臟位置 所对应的香港 更是Freemason一直密谋着的城市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到 近几年急剧演变的轰动大事件 包括日本311大地震 和核辐蛇洩漏 中国南海斗云 中日钓鱼台斗云 香港占中运动 马航MH370 在马六甲海峡失踪的事件 都是与天马座所对应的地区息息相关 甚至其中关于天马座对应的马六甲海峡 中国总理李克强和泰国 在2014年8月也落实了开华泰国克拉运河的决定 开华泰国的运河其实对中国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其实现时中国、日本、韩国、朝鲜、港澳台和欧洲至非洲 当中规模属于大型的货物运送 都必须要导致新加坡控制的马六甲海峡 而新加坡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海空基地 尤其根据美新协定 新加坡机场的一半是归美国空军单独使用 新加坡的所有港口 美军舰艇都可以随意停泊 而无需任何事前通知 目前美国在新加坡部署了所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包括贫海战斗栏、五代战斗机F-35 国际间一旦发生争执 例如中日开战、朝韩战争、台湾危机、日韩糾纷、粤简冲突等 美国只要封锁马六甲海峡 就能够断绝船运和经济贸易 当中甚至包括中国和亚洲各国所依赖进口的石油运输等 就以中国为例 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 原来只有仅仅7天 所以当美国封锁了天马座对应的马六甲海峡 亚洲各国就自自然然会随着美国的意图任意摆布 故此近期在天马座所对应的泰国 中国亦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考虑 开华运河的部署已经是自在必行的决定 因为这个是和中国的未来 甚至抗衡美国势力的控制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